哇 這是 這個很有名耶 這麼貼心喔 這麼鶴鶴有名的 對 溫泉會館 知道說下大雨 然後讓我們來這邊稍微 製作人怎麼那麼貼心啊 太好了 來這邊休息是最好的 不過的嘛 現在這麼早耶 你就讓我們睡一覺 休息了嗎 真的真的不行 不好意思啦 我們睡個午覺 然後我們等一下再去工作 對 幾號房 我們算OK了 你製作單位剛才是有不滿的很好 晚上再來一次嗎 為什麼 因為現在天真的還很早啊 對啊 那就可以 我們已經是有午覺了 先不要 我告訴你們 這邊的大坑 他用在地大坑的筍子 就很Q 等一下 你們要去幫忙 稍微大聲一點 他用大坑的筍子做的 秋露菜 對 你們要去幫忙 好 可以 來 裡面騎 這邊一騎 還有 你看看這個規格 是 還有乾冰 對 巨星出場都是這樣子的 對 拼乾冰 哇 這個 很適容的享受 這個有喔 有感覺吧 對啊 以前我們在台上表演的時候 一定要有這個 一定要有乾冰 一定要有乾冰才是要巨星 那個氛圍才會起來 對嘛 這個 你好 你好 歡迎莉莉日光 是 請問妳是 我們是這邊的特助 我叫敏玉Joanne Joanne喔 Joanne 真的讓妳久等 久等 是 我們是一點兄弟 我們是一點兄弟 Joanne妳喜歡 下雨天還是大太陽天 對 我喜歡有你們來的天氣 我喜歡有你們來的天氣 師傅我們的角手 你好 妳是被反撩耶 對 反撩 那喜歡你們來的那一天 對 我喜歡妳這樣 無法無天 對 是 我們剛剛接到的製作單位說 讓我們來這邊 是 學一道大坑 凝產竹筍做的 丘樓產 對 很厲害啊 你們是專業掏課 讓我們這邊主廚 有專業的丘樓產 那我今天就帶你們去 跟我們師傅學習一下 好 我們來打工 我們好好表現一下 趁現在下雨之後 多做一點事情 我們要順著 好 那我們這邊請 來 這邊請 他也知道啊 你怎麼都會我們的招數呢 來 來 這邊請 太有緣了 今天呢 我們要做的一道菜呢 叫做 大坑竹筍絲包魚卷 顧名思義就是把魚 包筍絲包在裡面 就叫魚卷 就魚卷 最有名的綠竹筍 對 四滴 綠竹筍絲 那這是什麼魚 那我們今天選用的是 那個海鱸魚 鱸魚 今天我們把它取成魚飛粒 讓你們兩位型男 在做這個動作的話 會比較順暢一點 好的 謝謝主廚 貼心 現在一個重要的環節來了 我們要把它片魚片 我們這個下面做的這個刀 叫做蝴蝶刀 我聽過 所謂蝴蝶刀呢 這是一刀斷 一刀不斷 對 有 我們之前那個草籠筋 對 一刀斷 斜刀方式 這刀 蝴蝶刀是不可以斷的 漂亮 對 然後把它拉過來 切到皮 對 對 切到皮為止 這刀工厲害 然後呢 這一刀斷 這刀一定要斷 讓它變成一個蝴蝶的感覺 它的斷 兩隻翅膀展開 好 再來的層體 就要像這樣子 張師傅 我以前在廚房做過事情 您知道打火這個池嗎 有 然後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職業 對 當然 因為一定要有人洗碗嘛 對 這是 那我們到時候 來看你表現 如果有需要指導的 您隨時 對 您隨時說 好的 小心 對 千萬不要切到手 這個有訣竅嗎 有 有 一定有訣竅 看你在抖的時候我就知道了 不要抖 然後不要怕 不要抖就是訣竅了 而且呢 我是希望你從這裡下刀 對 來 稍微再厚一點對不對 拉 不錯喔 那沒有斷 好 把它翻過來 用刀子把它翻過來 這樣子 還是沒有 還是再加強一下 再加強一下就到了 是 把它拉開 可以了 倒皮了對不對 有了 倒了 那你這樣子 直接再切第二片會比較公正 然後直接把它切斷 而且你也可以看得到 你切得有多厚 是 然後直接切斷 對 直接就切斷 然後就直接拉下來 給它這樣拉下來 對 對 好 給它倒 對 起床 這實話比較一下 來 我們看一下 直接上 算不錯的 把它翻過來 翻過來 翻過來才看得到 這個你要像我這樣子 像我這樣子薄薄的 對 OK 這樣就成功了 蝴蝶刀 這個厚度可以嗎 厚薄度 可以 好 對 下刀的話就是 這樣會比較整一點 換個來檢查 不夠 不是 已經斷了 差點太大力了 斷了 斷了 腳斷了 不要再練囉 對 滿斷的 因為它皮還滿 皮滿厚的 對 滿厚的 你看一下我這個 跟師傅的是不是就很像 好像比較接近 真的是 這個叫蝴蝶刀 對 蝴蝶就是一刀斷 所以正所謂的人家說 魚球 的作用就是這樣切出來的 魚球 對 石斑魚 有人可以用清蒸 一魚兩吃嘛 除了清蒸它還可以炒魚球 那魚球的做法 就是像這樣的切法 對 那這個它在切的同時 我們能做一些什麼事情 我們可以來拌這個 好 我們來拌 我們來拌 鮑魚的那個 湖南的剁椒醬 這個剁椒醬 很傳統的湖南口味 剁椒口味 對 剁椒口味 那我就是把它融合到 我們大坑名產的筍石進來 拌均勻之後 這個OK 這個我會拌 是 這個訣竅就是往 由下往上這樣撈 是 拌得比較均勻 它的油跟味道 它這個從下往上一直撈 一直撈 它就比較平均 好的 張主廚 我們這邊那個 已經魚片好了 是 接下來這邊需要什麼 調味嗎 對 我們要放一點 些許的鹽調一下味 轉個兩圈吧 兩圈 一圈 兩圈 然後用筷子把它拌均勻 一樣 跟這個一樣 由下往上撈 好 那好了 教兩位怎麼去包這個魚片 好 今天示範 示範一尾 好的 來 示範一下 它有兩個麵 對 這邊魚皮的麵 包在裡面 它的那個 捆綁度它就會比較好一些 沒有韌性 對 筍絲也是有一個訣竅 我們就稍微這樣 把它順好 順好 你包起來的話 比較不會有空氣 然後包不緊 然後蒸到一半 它就裂開了 這是用蒸的 對 好 這樣子 放好 然後 包這個一個指法 就是拇指放底下 對 食指放在上面 對 它的這邊 筍子的上面 OK 然後 一定要 微微加的撕個粒 讓它捲緊一點 食指要往裡面收 對 像包壽司一樣 對 然後這樣子選 一定要捲 捲緊 對 一定要把它捲緊 漂亮 這樣捲起來就很漂亮 這個先不要動它 因為魚肉一定會縮 就算你現在把它弄得很工整 蒸起來 它還是會散散的 所以以期這樣子 就先不要收它 不要以它 然後我們一捲 這樣成品 它又這樣子不會掉出來嗎 不會 它有微壓 對 這樣你看 很漂亮的一個就完成了 好 這剪不用包到好 我就覺得是完美了 漂亮 可以啦 終於贏得認可了 三條線又在正中間 漂亮 主角 OK 好 好 可以 那我們就 拿去蒸 蒸多久 太好了 表裡的路度是燈10分鐘 10分鐘 10分鐘它一定會熟 OK 去蒸 好的 那你就 你嗎 稍等一下 那邊請 這邊請 來 久遠 辛苦你們了 在旁邊都有看到 妳都有看到了對不對 我看在眼裡 我覺得很認真 這一定非常好吃 但其實我們剛剛這個秋手材 我們是不是有對外販售的 就是 真的就是因為你們 對 隱藏版的秋手材 所以這是張師傅 把他的祕密 把他的祕密 偷偷傳授給你們這樣 太棒了 對 然後結合我們在地的繩子 真的 因為我很喜歡結合在地的感覺 對 靈探 不要從外面運動來 這邊就有 節能減探 對 那我們現在就話 就是先帶你們到 我們今晚入住的房間 好 去看一下我們今晚的房間 我們先拿行李 好 OK 這邊請 來 這邊請 歡迎光臨 來 請進 兩張大床 很粉耶 這間的話是我們 親子房裡面滿受歡迎的 這個有地毯 我們通的鞋吧 好滑喔 這太少女心了吧 這一間的話其實是以 就是年輕媽媽如果要帶小女生 或是小朋友來這邊的話 都會比較夢幻一點 對 那一方面是小朋友滿足 他的公主風格 是 一方面是媽媽其實 心裡還是有個少女情號 少女性 對 來療癒一下我們媽媽的心情 對 真的耶 這個是站在那個母親的角度 不管到了幾歲 其實女生其實永遠都是一個 小小的一個少女 對 永遠都是個女孩 沒錯 而且我覺得來到這裡面 感覺好像 不管外面天氣怎麼樣 下大雨或什麼 我覺得進來之後就好像 久彥 我問你一下 是 大太陽的時候 你會曬什麼 蛋愛嗎 好 你怎麼都知道他的改 你真的好強喔 太太厲害了 他剛剛在外面已經想了很久了 我布了這個曲 已經布了大概三個小時之久 還是被你發現 你既然就有發現 好 我再問你一個 好 你知道什麼糖 最好吃嗎 我不知道 來囉 準備好囉 這樣可以嗎 有量大嗎 他不知道 你看你不知道了吧 終於有 他不知道的東西 我再更新一下 我的資料 更新一下好不好 因為他其實也是年輕人 最好吃 什麼糖最甜 我跟你洗糖 記下來好不好 希望你能夠開開心心 帶我們導覽 好不好 好的 沒關係 繼續帶我們導覽 去看一下另外一間是不是 是 好 這邊請 這間跟他風格比較不一樣 我覺得這個叫國王遊戲 是 我們有十間的特色親子房 那每一間的親子風格都不同 對 都跟童話故事有一點關係 對 那邊還可以拍照對不對 這次我們要這個這樣角度 我覺得你坐中間 來 你坐 王后 好不好 坐中間 公主 對 我當你的騎士好嗎 對 這樣可以嗎 這馬太可愛了 我當你的侍衛 騎士 對 好 那球衍 是 我問你 又來 你知道 玩具車嗎 不對 答案是 灰姑娘的南瓜車 因為 相當 南瓜 南瓜馬車 南瓜馬車的午夜 這樣有嗎 就有提供到你一些冷笑話 他也沒有笑 然後他只是說 好 所以你要 什麼時候 現在 現在你有 我有 拿出來 好 壞 壞 答案 你真的是我們近期當中 遇到最厲害的對手 對 真的 非常活潑 還會反一下 對 我覺得有九月園這樣 帶我們這樣逛這個 這個房間 這樣參觀房間 不錯 心情很愉悅 對啊 好不好 而且我剛剛有發現一件事 什麼事情 這是 因為我們這個是 小心 溫泉會館 是 Hot spring 該不會每一間都有Hot spring吧 對 我們每一個房型都有 冷熱雙食 就是有促進血液循環 你泡完熱泉再泡熱泉 最後一間就是我們的育品客房 走 來 看一下 那邊請 太多選擇了 沒有 沒有 沒有成話故事吧 這一間是我們 比較高級的房型 這位育品客房 是 這個兩張床顯然是為了我們準備的 應該就是這一間 可以啦 這間OK OK的 好嗎 今天能放一個小客廳 對 客廳 那還有一個拉門 可以做一個小會議室 這個好 晚上我們在這邊可以開個會 可以 聊一下下次要去哪裡 對 要住誰家 對 但決定今天晚上就住這邊 討論一下 不用再討論 今天就是在 就住這邊了 對 OK 那我們這邊比較特別 還有我們的溫泉池 來啦 這戶外的喔 半戶外的 戶外耶 其實每間都有冷熱雙池 那這邊比較不一樣 是半露天的方式 半露天耶 對 就可以感受上天氣的 會不會被看光啊 不會... 不會啦 這個都有 之後啦 大自然因為會有一些蟲鳴鳥叫 對 有 像這樣起來 或是是下午來這邊泡泡湯 都滿舒服的 只有聽到 妳有沒有聽到青蛙叫 妳有聽到青蛙叫嗎 有聽到青蛙嗎 有啊 烤它 今天早上我考妳 來 我跟你講 最後一個了啦 不會再煩妳了 最後一個了 我問妳 青蛙 吃到什麼 瓜 牠會 閉嘴 牠就不會叫 對 苦瓜嗎 不是 你盡量猜嘛 猜嘛 西瓜 不對 接近 東瓜 為什麼 看一下 D O N T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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刮 牠就不會叫 牠就不會 牠就不刮 不刮 不刮 牠就不刮 中刮 不好意思 牠又是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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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要稍微 update一下資訊 對 牠要自己腦中吸收一下 以後這樣就不會被人家撩了 對 我這邊的話是半露天 那其實這個窗戶都是可以打開放 讓你邊泡湯邊欣賞風景 這怎麼可以打開 轉開嗎 是轉開的 對 那其實這樣設計是有部分是避免說 天氣真的很狀況不太差 是 雨這樣子大風刮下來 雨會比較大 打起來的時候 然後直接跳往大坑 對 這是我們的山景 山崙 可以看一下大坑之美 大坑之美 這個很棒 就這間 今天晚上就這間 好的 沒問題 請他們專心妹妹們準備 太棒了 謝謝 對 那剛剛你們那個 出口菜 現在已經完成了 OK 對 我們就下去享用一下 你們的成果 魚包筍 太好了 對吧 OK 好 來 吃檸檬 香不香 好不好吃 很香耶 檸檬皮是很香的 全檸檬皮是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直接這樣吃檸檬 就這樣 你知道誰最喜歡帶水珠嗎 我們會 我們會打電腎吧 它比 它是直接直接 對 它比它很認真 現在 酒… 酒… 酒醃還要飾好 它是直接說 怎麼樣 不慘 我想 真人打工旅遊時禁節目 跟著我們一起遠離城市吧 探訪最美麗的台灣風景 趕快訂閱 請問今晚住誰家頻道 記得開啟小鈴鐺囉 等一等一等 等一等